贪吃的黄狗 在美丽的森林里有座漂亮的小房子 房子里住着一只淘气的黄狗和它的主人 有一天黄狗在厨房里得到了一大块肉 黄狗高兴地叼着肉 一路欢乐地跑进了森林来到了小河边 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享用美食 黄狗沿着河边走啊走 突然看到了水里也有一只叼着肉的黄狗 黄狗心想 它的肉看起来真好吃 如果能抢过来 我就可以吃到两块肉了 多吃一块肉 我会不会更快乐 黄狗又想 抢了它的肉 它就没有肉吃了 它会伤心的吧 我该不该去抢它的肉呢 黄狗想来想去 还是想要吃到两块肉 于是黄狗饿狠狠地朝水里的黄狗叫了起来 谁知刚一开口 嘴里的肉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 这时 这时另一只叼着肉的狗也不见了 哦 原来是水里的影子呀 我因为贪图它的肉而失去了自己的肉 想象真的很后悔 水面平静了下来 黄狗的倒影又浮现在了水面上 黄狗轻轻一笑 告诉水里的朋友 我不会再抢你的肉了 水里的黄狗也对着它微微一笑 水里的黄狗